近期连续降雨 花莲绣林乡水蜜桃 以及寿风香红豆等作物 有农民反映受灾情况 而花莲县政府14号 邀请了花莲区农业改良厂 农粮署东区分署组成了勘灾小组 到现地勘查 争取公告农业天然灾害现今救助 给予农民权益最大的保障 连日的大雨造成了花莲水蜜桃 以及红豆农作物灾损 寿风香的红豆受5月份的盈余影响 红豆发芽、豆甲腐烂、发霉等灾情 灾害面积约7.6公顷 损害程度超过了30% 两者均已达到现今救助启动标准 10公顷 如果正常 如果没有天害的话 至少可以交出6吨多 6吨多 6、7吨 那现在这种情况 现在这种情况 因为我受损不是大概 湘工所有通过的是7.6公顷 就是如果正常 现在来讲大概可能有掉到变成一半吧 3吨多 对 县政府农业处提醒 连续降雨容易造成农作物持发性的损害 农友近期内如有发现农作物生长异常 主动向当地公所通报以确认受灾情况 那近期是秀林乡公所有提报他们的桃子受损 那兽丰乡公所是有提报红豆的受损 那我们去勘查之后呢 我们邀请了花莲改良厂以及东分署 我们一起组成了勘灾小组去进行的现场的勘查 那秀林的桃子受损面积大概是1.1公顷 损害程度有达到60% 然后兽丰的红豆他受损面积大概是7.6公顷 损害程度达到了30% 那都已经有达到农委会公告的一个救助的标准 那我们县政府已经把这个公告的状况提报给农委会 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来公告这个现金救助的部分 对于天然灾害的受灾田区 各项镇公所农业客动员人力进行勘查 以及拍照取证工作 以协助受灾农友尽早复根复建 以为互申请天然灾害救助的权益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